佟林离开耿家庄,一个人要去请秋蝉长老,没想到碰见徒弟夏九龄,还有蛮着孔秀,还有一个就是病太岁张芳。 这小哥儿仨告诉佟林,年大人都急坏了,所以让我们小哥儿仨又出来了。 佟林就把经过的事情跟这小哥儿仨一说,你们放心,我请去。 这位西风长老秋蝉,是我二师祖的徒弟,你们放心吧,他肯定会帮忙。 蛮着孔秀摇了摇头,四伯,话这么讲啊,可不好说呀,不好办的。 你要知道,他这座庙就在七星山的浩涛,他跟七星山这帮寨主爷能不是朋友吗? 他给请的人,再让他把这请的人请回来,再破地亭子。 嘿嘿,不太好办,不太好办,恐怕这个老和尚他是不干的。 那怎么办呢? 哎,师父啊,得想办法把这个老和尚请出来。 得把道理跟他讲清楚。 啊,必须得见这老和尚,我想这老和尚不会讲理,不会讲理的。 下九龄说,师父。 孔秀说的不是没道理啊,咱们赶紧去吧,想办法见着长老,再跟长老仔细的谈,把长老请出来。 好吧,咱们走吧。 银四个顺着山路往上走,一会儿的工夫就到了西风似的山门头了,山门开着呢。 银四个借着星斗月色光滑望里看,东西两边是中古二楼。 当中间有个大月台,月台后边是一道短墙,一边一个月亮门,再往后走,就是奔头层殿的川塘殿,望后一层一层,这庙可不小啊。 在月台上有两个小和尚正在练习拳脚呢。 多大呀,也就十三四,按现在说呢,也就十二三岁,是西风长老秋缠的两个最小的徒弟,一个叫法如,一个叫法来。 孔秀心说要把老和尚给寄出来。 嗯,既把老和尚寄出来,我也得算计算计的大蚕豆脑袋张芳。 他想出一主意来了,就跟师父同龄说,师父啊,这个两个小和尚在这嘎里练功,咱们不如派去一个人到那里去抖一抖机灵。 想方设法把西风长老秋缠给抖出来。 这样,他一出来,您过去跟您一见面,不就好办了。 如果说,要是不想办法把老和尚寄出来,您要以通明报了姓这个老和尚,他不出来,您可就没办法了。 说没在家,您又有什么族意? 哦,海川一听,孔秀这主意也不错。 孔秀啊,师父,那你就过去抖抖机灵吧。 啊,可不许招人生气。 乌鸦,你乌鸦什么呀? 让你去,你赶紧去呀,连打人都急坏了。 哎,很累,孔秀心说我没害成张芳可要了我的命了,我以为师父得派张芳去,张芳心眼多呀。 师父派我去,得了,不能不去。 可是我要过去,我要框不出西风长老秋缠,可麻烦哪。 他瞧了瞧张芳,张芳没理他。 张芳就明白他的意思了。 这孔秀一边往前走,一边想主意,想着想着有主意,就走到月台底下了。 乌鸦! 他这一乌鸦不要紧,把两个小和尚吓一跳。 两个小和尚不练的瞧着他。 你们这两个混账东西。 两个小秃驴。 老人家我到了色咖喱,为什么不迎接贵刀客套啊? 法荣法来。 瞧了瞧孔笑。 弥陀佛,你是什么人呢? 你要什么事儿啊? 混账东西。 怎么连老子都不认识了? 吴老人家是你师父西风长老秋缠的师父。 我是你们的师祖。 你什么师祖? 哎呀,老爷子我妈,姓姜明达资本聪,有个外号,叫闭目金经浮。 这法荣一听, 弥陀佛, 师祖来了, 过去叫磕头。 法来身手一拦, 等等。 怎么了,师弟? 师祖来了,你还不赶紧磕头啊? 一长眼睛没有。 咱们的师祖是位出家的老高僧,国一三宝,禀叫沙门了。 跟咱们一样是和尚啊,你看,他是和尚吗? 说到这儿冲孔秀一瞪眼。 你冒充我师爷? 你什么东西? 混账。 你们这两个混荡王八高次,当和尚嘛,我是不愿意当了,无老人家混了熟了。 嗯,无老人家混熟谁敢管,混账东西,把你们的师父叫出来,看一看我嘛,你师父自然给我磕头,马上去。 你瞎说,我师祖年岁大了,是为得到老高僧,满步的银燃,一大把胡子呢,你一个儿都没有。 你说你是我师爷? 你冒充! 混账东西,王八高次。 老僧我嫌胡子吃饭碍,我把胡子隔了去了,有什么关系啊? 这样吃饭省事吗? 法如一看,师弟,没错,是师爷,他刮脸了,他胡说,我不信。 转过脸儿来,冲着孔秀一瞪眼,你胡说? 我师祖父刮脸,那么大岁数的老和尚,那一部胡子多好看呢! 好不容易留起来,要给刮了? 不对! 再说了,我师祖是本地人,说话是山西口音,你哪儿的? 你是江南口音,你胡说八道! 哎哟! 恐笑一想,这俩小和尚还挺结谅啊! 乌鸦,混账,东西! 把师祖我给气坏了嘛! 老僧我身为侠客,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啊,那个嘎吕我都气过呀! 哪个嘎吕的话,我都会说呀,我说江南话,我也说山西话,我还会说两句山东话,还会说两句河南话呀! 哎,这有什么关系呢? 我什么话都会讲! 这法如啊,到底是缺点心眼儿。 哎哟! 我说,咱们可不能满带了师祖啊! 这师父要怪这下来,受不了啊! 他哪儿的话都会说,咱们赶紧归地磕头! 我可不听你的,师哥! 我得问问他,哎,我问你,你是什么东西敢冒充我的师祖? 我师祖是闭目金经佛,绿眼珠,你呀是贼! 你瞧你的华眼珠! 你瞧你眼珠,你就是贼! 你干嘛冒充我师祖? 把我师父叫出来,揍死你! 混账东西! 孔孝嘴里怎么骂,心里他可琢磨呀! 这眼珠我可不能随便换呢! 嗯? 那孔孝也有话说! 你们这两个小王八高词! 我的眼睛跟猫一样啊! 嗯? 我的眼睛跟猫一样! 能够随便变得,颜色随便变呢! 啊? 你竟敢藐视老僧我一要你的命! 这回法如可知道了,孔孝是蒙人的! 是! 他蒙是! 他不是师祖! 找咱们便宜! 是个,打他! 法来望前一进身,左手一晃面门, 右手恶虎八心,啪,就是一拳! 孔孝一瞧,这拳来了! 望左一赶步! 一扁肚子一吸气,伸右手一接, 这小和尚的手腕顺手牵扬! 麒麟吐出啪一下,就把这法来给大厨一溜滚去! 哎呦! 孔孝乐了! 没赢过,赢的机会太少了, 我老人家也会动武啊,我也会打人,不是光外揍了! 我可太高明了! 这时候法如在后边一揪孔孝的脖子,孔孝一吊点,要子翻身,右脚扎根,抬左脚,啪! 又把法如踩一溜滚! 这有什么本事啊? 这俩小孩刚学把势! 孔孝高兴了,一瞪眼混赞东西! 跟司祖动手拿有你们的便宜啊! 啊,赶紧去,把你的师父叫出来,给老人家磕头! 啊! 俩小和尚差点哭了啊,就在这时会儿,月令门里有人高念佛号,阿弥陀佛! 什么人胆大,来到老僧的庙中搅闹,你好大胆! 小和尚赶紧往前一窜,迷逗佛师父,您快来吧,打死我了! 老长老一把腰撑了一下,就登上月台,借着月光孔袖一瞧,这老和尚大高个儿,穿着灰僧袍,圆领阔袖,腰中系着绒绒绒,灰中衣,黄森鞋,白绫的高腰袜子。 老和尚赤红鞋,六块受见的香疤了,海下一步银然,耿耿透风飘洒在前胸,了不起啊,正是三宝弟子西风长老秋缠。 老和尚就问这两个徒弟,发来,发如啊,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? 师父,他说他什么师祖,让您出来给磕头。 我说了,我师爷有胡子,他说他嫌吃饭费事的给挂了。 我说我师爷是出家的和尚,你是俗家,他说他不愿当和尚了,愿意还俗,他还俗了。 我说你说话是江南口音,我师爷说话是山西口音,他说了,他想说哪儿的话就说哪儿的话。 后来没拙了,我们说你是黄眼珠像贼,我师父绿眼珠,他说他是猫,他上来就胆。 老和尚气坏了,把两个孩子身上的头胆了胆。 往旁边站,发来发如擦了擦眼泪,往旁边一站,西风长老秋缠看着孔孝。 米托夫,你是什么东西竟敢到老圣庙中来找老圣的便宜? 孔孝心说,甭管找不找便宜,我是把你给框出来了,既然框出来了,我师父就得过来了。 他不说话,他等着,等着铜铃过来。 这桐铃是个实在人,让孔孝去框,框出来我就过去,你倒想想怎么框的呀? 他刚往前一迈步,张芳一伸手拦住了,叔叔,等等,方儿,这不是孔孝把西风长老秋缠框出来了吗? 我就应该过去,叔叔,您听见了,这孔孝用的什么办法呀? 啊,框人家,冒充人家师祖,把蓝小盒打了。 那秋缠长老正生气呢,您要过去,这事儿就吹了。 啊? 那你说怎么办? 别忙。 孔孝过去,他跟西方长老一交恨,西方长老就得咒他,等着长老秋缠把他给打成一个烂酸梨,是吗? 哎,到那时候了,老秋缠把气儿消了,您再过去,说什么就好说了。 童林心说,你这不是诚心让孔孝挨揍吗? 又一想,孔孝这东西也真可恶,他冒充我的师祖江达江本出,把人家俩小和尚打了。 啊? 这风的主意不错,让老和尚狠狠地揍他几下,人家秋缠长老这么大的剑客,也不至于把孔孝给弄死,抽出气儿得了。 还得问他干嘛来了? 到那个时候我再过去,也对。 可是,就瞧着孔孝挨打? 童林可拿不定主意了,他瞧了瞧夏九龄,这夏九龄跟张芳是一头的呀,夏九龄的媳妇都是张芳给说的,张芳这大媒呀。 能把媒人得罪了吗? 夏九龄当然向了张芳。 师父,我师弟的主意不错。 应该好好管教管教孔孝。 我们师兄弟,我不应该说他,他也太不像话了,您知道,他老捅娄子,在北京这么多天,娄子捅得虽然小点,可是他的嘴多讨厌的。 哪要冒充江老太爷的? 啊? 您哪,就让西风长老揍他几下,老前辈揍他,一点也不多,打不了怎么样。 张芳一听,说。 您听对不对? 海川呢,也没有别的主意可想了。 就听见秋山长老问孔秀。 你前来捣乱,给我通名报姓。 你要问我老人家,你可要站稳了,我老人家住在江南,姓孔明秀,自村方,闯荡江红啊,有个小小的美称,叫走遍天下吴泽兰,探囊曲。 孔孔秀说到这物字,冷不定的蹭蹭起来,这手指头就照着秋山长老的眼珠子来了,他俩手要抠老和尚眼珠子。 那老和尚能让他抠吗? 左手轻轻的往下一扶。 哪儿啊? 奔孔秀手腕, 没看见老和尚用劲, 这孔秀的手啪啦,往下一搭了。 跟着老和尚的右手照着孔秀的胸口窝,砰,一掌。 扑通一声,孔秀就倒了。 哎呀,打死我了,一翻身起来,你坑死我了,坑死我了,害死我了,打死我了,要你的命,老和尚。 他蹦起来,泰山压顶两个拳头就打来了。 秋蝉长老,望上一滑布,立左手一穿他的腕子,顺手牵羊一拉给孔秀,右手照着他吼秀的,啪,一掌。 扑通一声,孔秀就来了个狗吃屎,鼻子也抢了,嘴也抢了,嘴唇也肿了,门牙也活动了,鞋也流出来了。 哎呀,打死我老人家了,我跟你玩不了,我和尚。 他蹦起来,双拳照着老和尚胸口,就是一下儿,老和尚一转身,闪过来了,右胳膊,望下一压。 左手反背一掌,就照着孔秀的脑门,啪,俩小和尚乐了。 师父,该打,该打,喊犯着打,您怎么使这么点劲啊? 你啊,这俩小和尚可看得出来,师父秋蝉根本没使劲。 哎呀,师父啊,他怎么也叫师父了? 孔秀听见俩小和尚叫师父,他也想起师父来了,对呀。 我师父怎么不过了呀? 哎呀,师父啊,我成为乱山梨了。 孔秀,你好大胆! 同林迈不往前走,张芳在左,下脚灵在右,就走到了月台之下。 孔秀,撑一下就穿下来了,捂着腮帮着,哎呀,师父啊,给我打鼓励呀。 张芳过来了。 怎么着,孔老爷? 张芳,张芳啊,你这小子干什么,我可明白了。 你明白什么了? 我叫老和尚打了这个样子,我师父为什么不过来? 他想过来,是你不让过来呀,你竟给我说坏话呀。 孔老爷,你这话算说对了。 你把小和尚打成这样了,人家老和尚能不出来吗? 能不打你吗? 你冒冲师爷,嘿嘿,该走。 我没想到这咖喱呀,看起来我冒冲那师爷是不对的。 得了,好歹没有,伤筋动骨,挨着就挨着吧,当一会儿乱三里。 这三个人在月台之下瞧着。 童林一把腰来到月台之上,给秋蝉长老伸尸一礼,高僧在上。 莫学厚尽,晚辈童林大礼参拜。 秋蝉长老借着星斗月色光滑看童林。 这个小伙子望着一站,跟小老虎似的。 秋蝉点了点头。 哎,心说,圣明之下无虚事。 童林,是我师兄上岛名和岛园的弟子,我们是一家子。 可是,你童林无缘无故带着人到我这儿搅闹我的西风寺,你是什么意思啊? 你小小年纪对于本门的长辈就这样的无礼。 想到这儿秋蝉,可有点生气啊。 不管你是谁的徒弟,你是我师兄弟的徒弟也不成啊。 啊? 你的事我不是不知道啊。 你下江南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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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童林,原来是童侠客,免礼免礼,老僧可不敢当啊。 我久仰童侠客你的大名如雷贯耳,今日一见圆在三城,请问童侠客,无缘无故,深夜来到贫僧我的西风寺,有什么事情吗? 海川一瞧就知道。 秋山长老生气了,海川恭恭敬敬,义工道地,千伯,晚上童林有下情告评,请讲。 海川呢,从头至尾,把自己的事情全说了。 最后就跟秋山长老说,千伯,这一回晚上跟七星山打赌,破了七星八宝转心。 能请回金牌,年大人就能起成本四城开仓放振。 听说这百亭之人是高僧林老人家给介绍的,所以冒昧前来,请高僧嫁妇耿家庄,就请您给我们写上一封书信。 如果能把百亭之人请出来,帮我们破了七星八宝转心亭。 四川的老百姓都会感激您的好处啊,这是您的最大功德。 高僧,您能不能把百亭之人说出来,我们好去请他。 秋山长老能不能答应,下回再说。